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中森强调 大陆对台开放的80项均属超WTO待遇 有助台湾以更优条件抢占大陆服务业市场 对于外界忧心 陆资赴台投资所造成的产业冲击 林中森说 福贸协议中早有紧急磋商应对机制 无需对此过分担心 谈及两岸福贸易协议卡在台湾立法机构动弹不得的现状时 林中森强调 如果台湾立法机构删除一两条协议 等同再重新谈判 他期待立法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智慧通过福贸协议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部署在台南空军基地的金国号战机 目前正进行性能提升 性能提升之后的金国号将配新研制的万箭弹 据台湾军方官员透露 台湾自产的万箭遥工武器系统将正式量产部署 报道称 万箭弹的射程可达100至200公里 再加上内部装有约100枚以上的子弹头 可摧毁机场跑道 据报道 台湾空军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升级60架金国号战机 其中最后6架预期在12月份改装完成 接下来请收看简讯 第二届两岸民谣喜福会9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 来自大陆台湾的20个少数民族的100多位演员 以契乐演奏 民歌民谣 舞蹈等形式 将各局特色的两岸少数民族文化同台展示 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视听盛宴 中央民族歌舞团表演的歌舞吉祥九歌 新疆哈萨克族歌唱家演唱的歌曲《黑鸟》 与台湾原生艺术团带来的原汁原味的伊纳阿玛奥 代表台湾地区少数民族 祝导丰年的《悲难民歌》《怀念年纪》等节目 都充分展现两岸少数民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和精神 9月22日 国家大剧院大型原创话剧王复景 结束了近半个月的台湾巡演《完美收官》 虽然在高雄的演出恰逢台风天吐登陆 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 几乎常常满座 为了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感受这部优秀作品的艺术魅力 王复景在高雄的最后一场演出还特别邀请了200名教师 免费观看 有的老师甚至不为风雨特别从外地赶来 我觉得党派非常的良多 以时代的这个战争为背景 把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大家互相协助 刻情刻解 真性情表现得非常的透彻 蕴含金味沧桑的悲欢离合 王复景相继在台北 高雄 以人性和人情倾倒了台湾观众 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表示 王复景讲的是中国的故事 传播的是中国的声音 要做好这两点 最重要的是要打造出精品 他还透露 台北两厅院已发出邀请 希望明年大剧院能带话剧 风雪夜归人继续来台询演 好了 东森新闻带您近距离 瞧瞧大猫熊宝宝一样的情况哦 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 一样一大早刚睡醒 深深懒一样 嗯 感觉睡得很好 很舒服 不过呢 他张开嘴巴 看起来很像是心情很好 张嘴大笑 但是呢 保育员这个时候 趁机把他的嘴巴按住 原来是要观察他的牙齿 仔细数一数 发现下牌的地方 前天冒出一颗旧齿和两颗门齿 现在又多冒出了一颗旧齿 平均来说 猫熊在出生75到80天 就会开始长出牙齿 所以您要长牙的情况相当符合标准 历时时间最长 出海航程最远 辽宁号航母顺利完成海上试验 线上的舰载机和平台的结合 这个中国过去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最大重量起飞 多任务交叉飞行 歼15复杂气象条件下高频起降 这要考验飞行员 看他到底能遮得多少次 请关注本期热点凑事 舰在机训练加难度 辽宁号稳步提战力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媒体报道 中国的辽宁号航母 日前已经顺利完成了预定的实验任务返回军港 那么在此次的训练过程当中 辽宁舰究竟都完成了哪些训练科目 那么为什么有国外的媒体评论 辽宁舰目前还存在着不少缺陷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 张照中教授 做相关的分析和介绍 您好 三年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开始之前 首先通过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的新闻背景 据解放军报报道 辽宁舰日前顺利完成预定实验任务 各类舰载机 累计完成各类飞行百余架次 先后进行了歼15舰载战斗机 长短跑道最大重量起飞 最大重量阻拦舰 以及多武器构型起降等海上试飞科目 成功实现了复杂气象条件下 短时连续起飞 回收多型多架舰载机作业任务 摸清了多机种 多任务交叉进行的组织规律 舰载机驻舰飞行指挥流程 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飞行甲板作业流程得到了充分验证 据介绍 本航次是辽宁舰首航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 航程最远的一次出海试验 我们看到此次辽宁舰海试过程当中 完成了很多个支罪 在前面的短片当中也介绍了 那么我们关注两个 那么此次是持续时间最长 而且又是航程最远的一次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两个支罪 这艘舰我个人理解 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这样大的舰厅 我们一般的过去的驱逐舰也就是最早的051舰有三千多吨 现在我们驱逐舰大点了也就七千吨八千吨这个样子 这个舰一架搞到六万五千吨 大这么多 你平常像我们的舰长 驱逐舰的舰长 指挥惯了都是几千吨的舰一架到了六七万吨一个舰 就是整个的驱逐舰 你想想看一堆大铁筷子 怎么给它能运转起来 然后再出海 这本身就是难度非常大 你这么多人 一千多人怎么把它给集合起来 光吃饭平常居住 这些个行政管理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舰上的舰载机和平台的结合 中国过去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你看书研究 写报告 做实验 这是一个 你在陆地上可以随便实验 但是到海上以后 它六个自由度 横摇 纵摇 生辰 六个自由度 在这种状态下 舰载机实现正常的机飞和降落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都得靠一点一点摸索 有一些跟别人进来的经验 我们可以借鉴 但是你还得要一点一点摸索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感觉 都是从科研 试验 这两个角度 去逐渐地积累经验 积累经验 我感觉两个目的 一个是培养人才 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这种航母的舰载机的飞行员 那么要积累人才 再一个的话 就是为以后我们建造航母 或者建造发展研制新的舰载机 那么提供一些经验 的确这个理论是一回事 实际操作又是另外一回事 像您前面所说的 能够把这样一个旁人大物 这么一个大家伙 各个部分有效地整合起来 发挥它的作用 以至于未来能够真正形成我们自己的战斗力 所以的确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去探索 去不断地积累经验 那我们还是说一说 这一次辽宁舰它的海事成果 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训练过程当中 它是完成了一系列的训练科目 那么关注其中的两个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最大重量起飞和最大重量阻拦着舰 这个主要是一个起飞和降落 说到航空母舰 其实它就是这么两个特点 一个是飞机能够在上面起飞 再一个飞机能够在上面降落 其他的地方跟其他的舰艇是差不多都一样的 那么起飞呢 我们辽宁舰采用的是华越起飞 别的美国的舰艇都是弹射起飞 着舰都一样了 都是阻拦着舰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一开始 我们的舰食物在舰上起飞的话 那肯定是不能够带弹 油呢也不能够加满 我现在看了一个资料 这个飞机是重量是32.2吨 大约载弹量最大的载弹量是6吨 油是大约9.3吨 我看资料大约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飞机如果不是买油买大的 就比方说它不载弹 6吨就省了 油能装9吨 我装2吨 我就转一圈就回来 它本身是轻的 轻的时候它要求航空母舰给这个歼15提供初始的一个胜利 就是你开的速度越快以后最好是35节 35节就是一节等于1.852公里了 35节乘1.852 这就是它的公里数 这样的话速度高了之后就给舰载机提供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然后舰载机自己开足马力之后就可以冲出去了 如果说补买油买蛋的时候 这个任务相对来讲比较好完成 但是你带上十几吨的油和蛋之后 负重了之后就有点像咱们开车 你开车 我坐的车一个是开空的 我加油加了这么100块钱的油 后备箱也没啥东西 这是一个感觉 后边坐四个大胖子 后边又装了六袋大米 然后又装了买油 你再看起来一个是耗油 再一个就感觉特别重 这个我们开过 就是方向可能就很难 方向 对我们开过车的人就是这个感觉 何况一个飞机 一个舰载机 它是在航母必须要求给它提供高速航行 尽量的增大胜利 再一个舰载机的飞行员 它和平常的训练又不一样了 满油满蛋这个情况 降落对它有什么威胁呢 因为降落的时候你带弹和不带弹降落 因为带弹一开始 我们这个弹分两种 有一种叫叫绞连弹 绞连弹它是模拟的 它不爆炸 没有战斗部的 如果带实弹 你万一碰碰撞撞的 要战斗部 要出事怎么办呢 所以说一开始都是带绞连弹 所以逐舰手的 它主要配重 但是它的重量是一样的 你这样的话 如果是满油满蛋 对于飞机来讲 按道理来讲 飞机在舰上逐舰的时候 如果它带炸弹 带导弹的时候 是不能够带弹降落的 所以训练 我估计是 这个是对航母舰载机飞机员来讲 是难度上最高级别的训练了 如果再加上天气情况 那就比方说夜间 比方说几级海矿 那么这就更加苛刻了 条件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看到在这次训练当中 还特别进行了 殲-15战机 多武器构型的起降作业 那么这个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殲-15应该说在飞机的气动外形 整个的设计的概念方面 沿用了很多数两期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但是在这个技术上 我们有很多的创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当然具体怎么改的我也不知道 那么它有可能会适应21世纪的要求 就是我是一个制空战斗机 主要的任务是在航空母舰上 保持一定的数量 为航空母舰提供一个区域防空 一个制空 空中掩护 这是它主要的任务 但是又赋予它对海作战的能力 比方说上面可以在导弹 打击海上的舰艇 或者是在激光制导炸弹 能够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这就是你看出去在空空导弹之外 还能在对海打击的导弹 还能带炸弹 有可能还能带反辐射导弹 那这就是四种 那么这个不同这样的 你不能说一块都放上 比方说我能在四枚的空空导弹 空空导弹相对轻一点 能在两枚反舰导弹 不能说四枚空空导弹加两枚反舰导弹 而是货 要么就四枚这个 要么就两枚那个 就是它是这样不同的方案 我估计它这个想描述一个什么 那就是说 它在起飞河降落的时候 它试验了各种的挂弹方案 不同的挂弹方案状态下 让飞行员去感受 那么不同重量 不同的挂弹方案 让它感受起飞是什么感觉 原来肚皮底下没东西 侧儿让它起来了 现在一边多两枚导弹 这家忽悠悠悠的那么沉 起飞是个什么感觉 那你降落的时候是不是是个什么感觉 为勾勾入阻拦锁以后 你是个什么感觉 所以说这个要靠飞行员去感受 就像咱们开车似的 你说深奥也不深奥 但是要一点一点感受 而且不能够传给别人 你这完全是个人的一种感受 所以说这个都是要靠长期的细致的艰苦的一些训练 去积累经验 靠飞行小时来累积 这个是理论上交不会的 只有身临其境的去自己驾驶战区去体会 慢慢的摸索一点点的 就像你开车似的 你看多少书 没有用 好 刚才说到了多种不同的导弹或者是炸弹 我们再看看 刚才您提到 其实对于航空母舰来说 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 那么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当中 还进行了这个叫做短时间连续起降 而且是回收多架舰载机的这样一个实验 那么这种科目的难度在哪里 或者它的特殊意义 这个难度的话在于什么 就是说在于飞行员 看他连续能够起飞和降落 他的持续时间 因为一个人 一个人他能够聚精会神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就是比方说我起飞一个架次 降落一个架次 可以 如果降落之后 稍微经过检测 对飞机的检测 就是地勤人员检测 检测完了以后再一个起落 这是两次 那第三次你还行不行 这个对飞行员的要求 是就看他的连续作战能力 这个要求 比方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海湾战争期间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就是 这个伊拉克的这个部队从科威特撤出 从科威特到伊拉克就一条高速公路 那么给人家抢的那个科威特的一些金银细软 那个车队就往巴格达去 这个时候美国航空母舰 有一艘航空母舰在波斯湾 就起飞他的舰载机去轰炸 哎呀 那个飞行员给累的 就是起飞一个架次 当他扔炸弹 就负责炸那些车队 回来之后在那瞇一会儿 下巴盯了光了 给他加油加炸弹 那架完了别睡了 起来 呱呱又出去炸 炸完了回来 一天就干这事 十几个架次 那个也近 就起飞以后到那扔了炸弹就回来 但这对飞行员来讲 你该睡午觉 平常都睡午觉 现在中午让你看着飞机去 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不是闹着玩的 你起飞就要把炸弹准确的扔到那 然后又回来 回来之后还要降落在飞行甲板上 我感觉这是一个要考验飞行员 看他到底能折腾多少次 对他的技术熟练度 对他的体能 所有的方言是一个 很显然辽宁舰现在在进行这种 单科目的耐力 加大难度的训练 就单科目的这种训练 然后再一个的话 就是他这么来回折腾 过去可能咱们一天就搞一个架次 现在好家 这是连着搞 连着搞那整个的指挥控制飞行航空管制人员 他也得高度紧张 还有那个航行的 你得给他提供飞行所需要的生意 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任务 你一个航母的航向 你得要把另外的你的速度要提升上去 那你速度老提升 他老是起飞 老是降落 你速度老是保持这么高 那对航母也是个考验 只有平时这种不间断的刻苦的训练 整个所有部门这种磨合 磨合得很到位 那么才能到这个作战的时候 那个胜利的完成任务 而且能够保证自身和这个飞机 包括航母的安全 好 那么我们看到就在辽宁舰进行这个海事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国外的媒体呢 也是对辽宁舰做出了一些评论 有的说辽宁舰目前是存在着不少缺陷的 那么相关情况我们再进一段片来了解一下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军事专家在分析辽宁舰日前海上试验室表示 舰载机起飞时 客载局限性是这类航母的短板 与中国辽宁舰航母同一系列的俄罗斯 赫兹涅佐夫号航母一样 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 苏33舰载机从赫兹涅佐夫号航母起飞时 不能充满难游 而携带的武器也仅是空对空导弹 文媒称 中国将建造带有弹射器的航母 这样可以解决歼15起降过程中 很多局限性的问题 您如何看待俄罗斯媒体这样的报道 就是它认为目前辽宁舰有短板 而这个短板是和库兹涅佐夫号的航母是一样的 您认为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它主要是指的起飞方式 起飞方式就是俄罗斯的这种起飞方式 是华业式起飞 美国是弹射起飞 这两种起飞方式其实各有所长 也各有所短 比方说这种华业起飞 就靠飞银员自己的力量就能起飞 那么它对甲板的依赖性就比较差 就比较少 相对来讲更加灵活 它的不足的地方 就是说我歼15能飞 那我歼10就不可能飞下来 对不对 我别的飞机也飞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那为什么歼15可以 而其他飞机不可以 因为它的推中比不行 就是它的推力太小 它不具备在上面起飞的这个速度和升力 就是它没有给它这样的一个推力和升力 那这就是说你对飞机的要求严格了 从长远来看的话 我个人感觉确实是将来还是应该研制弹射 弹射还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满油满蛋的状态下它能给你弹出去 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弹射它有点像咱们这个什么呢 过去我们在北京买一辆车 比方说买一气出的一个车 得从一气那边开过来 这个路上这一两千公里 我买车的时候这两千公里没了 现在是零公里 因为它拿那个大卡车给你运过来 所以你买车的时候是零公里 弹射就是零公里 你不用你自己动它 它给你提前一个促使的力量 你就走 这多好呢 就外力给你推 用不着你自己觉得 我们说到这个弹射器 俄罗斯媒体也点到了 说中国未来的航母发展方向 就是建造具有这个弹射器的航母 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航母 能够解决目前辽量舰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吗 如果是有弹射器的话 那就是基本上什么飞机都可以 螺线桨飞机速度比较慢的 或者是速度比较快的飞机都可以 说吨位小点的十来吨的 吨位大点的三十吨的都可以 大飞机小飞机快飞机慢飞机 超音速的压音速的都可以 所以说螺线桨的喷气式的都可以 所以说有弹射器 美国那个是四个弹射器 一分钟四架一块都可以出去 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弹射是好了 但是什么事都是慢慢来 慢慢来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东西它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坏处 所以一开始 因为我们现在歼15飞机的性能比较好 所以在华越市甲板上起飞和降落 现在证明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以后如果再发展 我感觉不排除再发展弹射器的 这也是有可能 循序渐进 那么这种倒有弹射器的航母 是不是世界航母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而且它的技术难度 如果我们想掌握 将来想建造的话 有多高的难度 这个弹射器主要是分两种 一种是蒸汽弹射器 蒸汽弹射器还有一种是电磁弹射器 蒸汽弹射器的原理就是烧锅炉 就烧锅炉以后 就咱们烧一壶水 烧壶水 那个水开了之后 不是那个壶盖就顶出来了吗 被蒸汽顶出来了 这就是蒸汽所产生的作用 把那个壶盖给顶起来了 那就利用这个原理 我到那个航空母舰上去看过那个弹射器 下面给它蒸汽 蒸汽一个大气罐 存满了气 存满了气以后 如果需要释放的时候 一开那个阀 就给它放出去了 所以放出气以后 那边气亏了 再补充气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 这个其实是从50年代开始 弗莱斯特好 弗莱斯特级航空母舰开始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全都是蒸汽的 蒸汽的而且是英国的专利 美国大量 买过专利器以后 美国在用 到现在这个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现在开始研制电磁弹射器 通过感应的这个力道 把这个飞机给弹出去 电磁弹射器和这个弹射器相比 就是可调的 就点像咱们那个台灯似的 台灯似的可以最大 如果我想睡觉 也可以调的最小 同样一个灯泡 为什么可以调大 因为是可以调小 因为里头有个变压器 可以调电阻 那么这个电磁弹射器 也有这个能力 我三十吨的四十吨的 我可以调大了 给你弹出去 另外 这个飞机员有个习惯 就是他在外头六个月 美国 在外头值班六个月 最后要回家了 接到命令 我这个航母要回家了 他最后那个管弹射器的那个人 把自己一个靴子放上头 一人按钮 弹海里去了 弹靴子 老子不干了 回家了 休假去了 把一个靴子 或者拿一扫手 弹下去 特别小的一个靴子也能弹射出去 这就是电磁 它可调节 而且对飞行员来讲 它比较柔软 现在这个太猛 你可以想象飞行员坐那 发动机开了 冷不定的来了一股的气 砰就还给弄出去 弄出去以后 它第一个就是要下沉 下沉大了之后 因为下面有波浪要上来 有可能就挨着水面了 飞行员就心里就得吓一跳 它是不是要掉到海里边 然后靠着自己的身体再升上来 这个任何架飞机弹出去 都是要往海里掉 这么一家伙 将来电磁的就会舒服一点 因为它可以给你的飞机的大小 给你相应的调整 就相对舒服一点 所以现在 但是这个电磁的也在试验 福特号也在试验 现在还碰到很多的问题 美国都不成功 所以中国要实现电磁的还得一段时间 尽管有很多的优点 不过要想达到最后真正成熟的技术 也需要一点点的去摸索 我觉得通过今天张教授的分析介绍 让我们看到 此次辽宁舰的海事训练过程 应该说是取得了一系列非常丰收的成果 而这些成果也必定为今后辽宁舰 这种实验训练 向更深程度更广范围的推进 奠定了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好 感谢您对以上内容所做的介绍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